有零售市场行情 去做一些分析 那最后一起统计出一些相关报表 反正就列出一些 可能建议的行情、事项、统计排名等等的 其实这个资料最早我会用这个当列纪 因为其实现在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之前就是当所谓的北农的总经理 其实就管这个东西了 管市场行情的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新闻热度 所以就直接拿这个来练习 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会有个下载 不过下载未来我们不是直接点他下载 不是用滑鼠键 而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东西丢到我们城市去处理 所以你将来不要直接点左键 右键这边有一个复制链 连结往右键 他里面就会有一个什么 就是他背后的网址 其实就是这一串 那你当然可以把它贴上在这边 其实就这一串 也就是说你当然点他的话 他就是下载这个档 那当然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城市里面 他就去抓这个档下来 把它存 他直接就把结果存到我们Python的某个变数里面 那我们再去解析他里面的test就可以得到他的结果 OK 另外可能还需要让他知道说你下载的那个 就是你的编码 encoding要是用哪一种编码方式 不过理论上 假如说有一个简单的规则 如果说你直接打开 你可以看到他没有乱码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我就是等于是用微软的 那微软的话我们前面讲过了 在那个档案开启就不用下encoding 因为他不是Youtube吧 但是如果你是用网页的方式 就是用那个request 用那个网 所谓的网路串流的方式下来的话 那你可能要告诉他encoding要是CP950 不过CP950是big5 是繁体中文 但如果你的网页是简体中文的话 可能就要去查一下 叫什么 CBK还是什么 反正那个名称可能要自己再查一下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说要去下载这个的话 一把这个下载 按右键复制 二的话我们开一个module 那这个module里面的话 因为我们会需要用到 有一个外部的一个module叫request 那这个request有个方法非常简单 就叫.get get的方法 你把刚刚复制的网址贴到这边来 就是刚刚下载按右键复制连结 就是把get这个字串 意思我要帮我 模拟像有些有 有点像浏览器一样 浏览器 你帮我把那个东西抓下来 放到哪里放在html里面 那编码方式我也告诉他一下 encoding等于CP950 因为是繁体中文 那至于如果其他的编码方式 请各位自己在google查一下 如果request里面的encoding还有哪一些 不过用来用去 如果繁体中文环境不外乎UTF8 不外乎就是CP950 如果是简体中文可能你再查一下 也知道什么 GBK什么等等的 那最后我把它create的出来 不过因为我把它直弄一下 你会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找不到request 为什么 因为在python的基本最阳春的 我们之前下载那个 他不会帮你request预设下载 所以你必须把它装下来 但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下载那个最基本的 它档案最小 当然如果你要用Archonda 其实它本身就已经装了 不过它缺点就是装一大把 你可能这样子还永远用不到 它也帮你全部下载 这个当然我不太喜欢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装起来 那怎么样把这个装起来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到你的 一样是那个python的路径底下 因为我放低叠 为什么 因为好找 我是建议你们 尽量还是不要装在它预设的话 预设路径 因为会有一串 像刚刚同学就有发生 就是说 找不到它预设那个python路径 因为python路径太长了 可能要什么 在users里面的user user然后里面又要什么什么appdata 等等一串 还有program file 会造成麻烦 那打开它之后的话 我们要利用它里面scripts 里面有一个叫pip的一个执行档 执行程式帮我们去从网路上再去下载 所以以后的话你可以只有pip到它的server上面再把那个module 其实蛮多的后面其实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把它抓下来 像后面还有什么beautifulscripts 或者是说其他的东西都可以透过pip去帮我们把它抓下来 所以要怎么执行它最简单 一样点它一下 它打个cmd enter 这一招主要的好处就是说它会自动把目前的目录的路径带过来 你就不用所谓的那个用之前讲过的就是那个pass 有点python python如果你已经给它pass了 它就会找你电脑里面预设那一个 而不一定会找这一个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们要把它装起来的话很简单 就是打一个什么pipe pipe意思是指它嘛 pipe后面的话你就加一个install 然后跟它讲说你帮我装那个什么呢 request 这个module帮我从网路上找找看有没有 有的话就帮我装 抓下来并且放在我内部的那个size package里面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找得到这个方法 未来安装的方法都一样 pipe install request 这样子 enter一下 OK 不过如果你看到这个状况的话 其实就是刚刚一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电脑里面有好几组 他不晓得应该是哪一组 他这边有e跟d 他不知道你是哪一个python 他搞不清楚 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像我在我的云端上也有 因为这个每个问题都 之前可能都不会发生 如果只装一个的话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以上的话 那你可能要多加一个 就是这个 python 应该是这个吧 python app 我记得好像加一个这个 因为你如果没有加这个的话 他会出错 或者是说前面再加一个python 我看一下 python app 手动指定一下 我们把这个地方再把它贴一下 一样 就是多一个python 然后那个-m 后面都一样 看看这样我可以Enter一下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的话 他就会 别在跑 Enter 理论上应该是正在跑 而且他会正在 连线到那个pipe server上面 去帮你把这个抓下来 如果你看到他一样 sassist 表示说应该安装成功 你再去run 刚刚那一段程式 就应该不会出现这个 none module的问题 ok 奇怪他没有动作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去一下 我刚刚把那个 我刚刚的那个 环境再重开一下 跑一下 他就成功了 不过他里面 出现我已经抓过了 ok 所以其实刚刚那个指令也说 或者说你可以 也是一样像刚刚的 Jungle的方法 你就指定他那个 你要执行的python的 路径在哪里 这也是一个方法 反正主要是因为 这个理论上 如果你只有装一个python 你不用这么麻烦 主要是因为我们装了 不止一个版本 那他会错乱 ok 所以理论上装好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执行他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应该不会出现 那个none module的 这个问题发生了 说我们要正确正确 如果说假设你一个版本 直接到script里面 执行这个cmdm 那如果说你有多个版本 可能要跳到前面 这一个 在这边输入cmd ok 就是在这个幕屋底下 去执行pipe 利用pipe 再去执行 刚刚我给各位这一段 也就是多一个python 然后一个-m 后面都一样 这样的话 转起来就ok了 也就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因为我们 多个python的版本 其实比较麻烦 因为你如果电脑里面 假设你有开发 你一定会装很多个 我发现好像大部分 都不是只有一个python的版本 一定会有类似的问题发生 当然如果你的环境是很 很干净的 那你用刚刚那个语法ok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记得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一定要记起来 否则的话 你很容易就会造成 很多东西本来很简单 很好一下就装 装好的 现在就造成麻烦 记得一定要切回到 前面这个python 利用python去安装 ok不是用pipe去安装 ok 那装起来底下会跑 它会下载到你的那个 就是library里面 理论上应该是帮你放在哪里 我记得好像是放 也是放在这边 然后也是用在这里面的找 那个sites的那个package 里面的话就会多一个request 这是他帮你放这边 等于是说他帮你放一个package 所以这个request 实际上是一个package ok就把这个package 帮你下载到这边 其实他就是下载之后 帮你解压说放进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 ok 那如果ok了 你确认说你在你的 这个package里面 因为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理论上呢 你再回到刚刚的程式 有这个错误的讯息 理论上应该就不会再出现 ok 那我们再乱一下 这个目前好像还没消失 不过呢 以我的经验应该 现在执行应该是ok的 执行看看 有没有东西下来 有了 有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东西已经下载下来了 但是呢 这个下载下来之后的话呢 会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他下载的东西 这边有很多空白 这个空白理论上不应该出现 所以我要第一个要把空白拿掉 第二个话 后面这个可能又多换行 换行怎么要把它拿掉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先分析一下 这个档案里面 有没有什么东西不应该出现的 包含就是说这个空白的地方 如何把它去除 这些东西要把它拿掉 那再来的话就是思考 一样我们等于有点复习 上个礼拜的资料库 那请你再把这个资料 再塞到资料库里面 OK 那塞到资料库里面 可能你要注意几件事 就是呢 这个是日期 不过这个日期他很奇怪 他这个minor 他应该是写限 如果你用减符号 要塞这个资料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理论上我印象中这个位置 因为他会把它当是一个文字 他不是标准的日期格式 日期格式的符号一定是斜线 要不就是你要把它丢进去之前 你要把它取代 就是那个简的符号把它取代成那个斜线符号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呢形态才OK 再不然的话你就是把形态 当个栏位形态用文字啦 文字一定没问题 可是文字圈点就是他没办法查日 查那个日期 像我们之前有个between end 就不行 这个是第一栏 第二栏是他的种类 第三个是哪一个菜市场 第四个是哪一种蔬菜 后面的话就是空白再把它拿掉 价钱的话因为他这个有小数点 所以有小数点的话就必须把小数点拿掉 然后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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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